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这就是他1999年参与的地球保卫战太空战役的真实录像 可以看到现场战况非常激烈 小帅发现正面冲击失利 便采取迂回战术偷袭敌军后方 经过他与队友的不懈努力和无畏牺牲 最终成功保护了地球 有多少人从小的梦想就成为一名宇航员的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的梦想就是这个 我还记得小时候看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起飞 然后飞了一天之后成功返航 最后杨丽友从返回舱里面走出来 我当时看的时候最激动 什么时候我也能上个太空 哪怕在游戏里面也好啊 射击游戏都玩过吧 收集物资争夺第一个射击游戏肯定都玩过吧 那这种在太空中360度无私角射击游戏你玩过吧 当我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这个就是即将在4月13号上架Steam的 国产太空设计游戏 边境 有名航天模拟器 张北海模拟器 可以说是感受拉吗 操作上多了QE键的一个转动 从而实现360度全方位探索地图 不过看归看 只有实战才能够感受真正的体验 所以在经过一番晕头转向的新手训练之后 我直接开始疲惫 然后就被大哥们打麻了 以前的设计游戏好歹是平面的 最多就是加个头顶 现在可好了 战斗场景在太空的航空站上 你根本不知道大哥会从哪个方向出现 国王只闻其声 未见其人 那我就量了 准心旁边的小平台结合雷达大概可以观测到敌方的位置 有点复杂 需要慢慢上手 整个打击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游戏的设定是打爆对方的宇航服 让他缺氧而死 所以当宇航服被打爆 我们可以在气密还没有掉到零之前 长按修补宇航服 一旦气密掉到零 按了就原地螺旋 成为一块普普通通的太空垃圾 多然很期待这个边境可以跟流浪地球而联动一下 搞个地图或者皮肤什么的 对吧 想想就很得劲 总的来说 边境是在设计游戏的原有的技术上 做出了很大的创新 从原本的平面设计 变成真正意义上的360度环绕式的战斗 你永远不知道老六会从哪个方向出来把你射爆 前几天国服售价也公布了 中杯68 大杯98 超大杯158 这个价格你们会接收吗 这样一个游戏质量 我个人感觉还是很值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玩久了它真的会晕山地亚舞 但是 能在太空里互相射击 这点晕 算什么呢 溜